5個重要的慣用句 嗨 皆さん コンニュチョイノオイです 今天也學一下5個重要的慣用句 那一樣先說明今天學的5個 第一個 首を長くする 第二個 蹴りをつける 第三個 喧嘩を振る 第四個 心を許す 第五個 小耳に挟む 這五個也很重要 那就從第一個開始說明 首を長くする 首就是脖子 把脖子弄長 他的意思是非常非常期待的意思 比如說 我非常期待你來台灣玩 然後他的論文是 台湾へ遊びにくるのを首を長くして待ってるね 台湾へ遊びにくるのを首を長くして待ってるね 所以我非常期待喔 台湾へ遊びにくるのを首を長くして待ってるね OK 第二個 蹴りをつける 他的意思是 做個了結 OK 那這個什麼時候會採用到呢 常常是漫畫裡面 比如說 我跟你哪一個場 差不多要做個了結吧 他的日文是 お前と俺 どっちが強いか そろそろ 蹴りをつけよう お前と俺 どっちが強いか そろそろ 蹴りをつけよう 就做個了結吧 那種感覺 OK 那第三個 蹴かを売る 好 蹴かを売る 他的意思是吵架 打架的意思 好 那什麼樣的情況呢 好 比如說中文是 你想跟我吵架是不是 好 日文是 就是 蹴かを売ってん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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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較關係じゃん 東京 蹴かを売ってるの 嗯 就有一點點的差別 反正就是 你想跟我吵架是不是 那種感覺 OK 好 那第四個 心許す 心許す 我非常相信對方 然後就是解除那個警戒心 比如說 那一隻狗 只有對我 就是解除警戒心 好 他的日文是 あの犬は私にだけ心を許してる あの犬は私にだけ心を許してる 可能那一隻狗 對我是很 就是 對我很好 但是 對其他人就是很凶的那種 OK 好 那最後 小耳に挟む 小耳に挟む 他的意思是 我從別人聽到 好 稍微就聽到的那種感覺 好 那比如說 我稍微有聽到 你是不是分手了 好 他的日文 ちょっと小耳に挟んだんだけど 別れたんだって ちょっと小耳に挟んだんだけど 別れたんだって 別れたんだって 所以小耳に挟んだ 是從別人稍微聽到的那種感覺 OK 那就最後複習一下 クビを長くする 就是非常期待 好 ケリをつける 是做個了結 好 ケンカウル 是吵架 打架 心を許す 是解除警戒心 コミミに挟む 是從別人聽到 OK 那今天的也 生活上 連續劇上 也常聽到的東西 所以看連續劇的時候 稍微注意 聽一下 OK 那就今天的課到這邊 掰掰 最後に一言だけ よかったらYouTubeの登録お願いします もし日本語の質問があったら ライトアップお願いします 皆さんも日本語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バイバ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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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